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姑崔锦西不惜牺牲自己 同那服侍雍正帝的苏培圣结成了对食 孤寂的深宫中 锦西从此有了陪伴 即便做不得那寻常夫妻 最起码也有了个依靠 而对于真正历史上的宫女来说 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但并不是所有的宫女都能走上这条路的 宫女在到了年纪后都会被放出宫 她们或许本以为能觅得良人度过余生 但往往很快就被骨感的现实打败 因为就连路边的流浪汉都看不上这些姑娘 那么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呢? 末代皇帝溥仪晚年曾到出过其中的真相 而在溥仪的讲述中 这也不过是宫女们残酷生活中的冰山一角 住着最豪华的宫殿 过着乞丐都不如的日子 紫禁城作为皇城 住着一群天底下最尊贵的人 因此对宫女来说 必须要时刻警醒 毕竟过的是脑袋别在裤腰上伺候主子的日子 这具体体现在日常的睡觉 吃饭 甚至是出宫上 按照皇族的规矩 宫女们即便是睡觉 睡姿都是有固定要求的 由于宫廷的人信奉每座宫殿都存在一个殿神 在暗中保卫着皇族 且夜里还会外出视察 为了防止宫女饲养八叉的睡姿冲撞这些神 卑微的她们只能被破侧躺 但长期侧睡坏处很多 例如骨骼变形 压迫心脏等等 这首先就让宫女们失去了一个拥有健康体魄的机会 除此以外 在吃饭上 宫女也有诸多讲究 皇宫的伙食当然还算不错 主子心情好时 还能将自己没吃完的珍修赏赐 给看中的奴才 可丫鬟们即便捧着菜 却还不一定敢吃 为啥 因为他们得是菜品而定 例如带有腥味的食物吃不得 怕伺候主子时 身上散发出意味 犯下大不敬之罪 而当夜里值班 就算腹中再饥饿 宫女想饱餐一顿也是不敢的 因为吃得多 出宫的次数也就多 工作性质规定她们必须随教随到 如若不到轻则体罚 重则性命有余 因此没人愿意冒这风险 宫女们虽然住在富丽堂皇的紫禁城 但却终日过着食不果腹 夜不安昧的日子 长此以往 身体可不就得出事 其中宫女们最常得的病 就是因郁节而患的肝脏病 在《清宫医案》研究这本书中 就有记载在乾隆48年的6月初时 御医为宫女圣妞诊断肝胃不合的记录 6月11日 御医又发现一例肝病患者得格 当月25日 一位名叫八妞的宫女 也被确诊患上肝病 众所周知 肝脏是用来排毒的 可一旦情绪抑郁 肝气就得不到疏通 毒排不出去 别说肝病了 其他病也得同步找上门 在百病缠身之下 即便熬到出宫 宫女的身体也净乎于被掏空了 而这还不是最残酷的 美好的出宫幻想和残酷的出宫现实 其实 宫女如果在宫内待着心情郁洁 也是可以出宫走走的 但这同样有着各种制约 宫女想要出宫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临时的 一种是终身的 但实际上 除非宫女本人拿到了主子下达的诏令 否则是没机会临时出宫的 能临时出去的基本都是太监 太监出宫主要是采买东西 这个时候 宫女会将自己攒下来的月钱 交给关系还不错的小太监 托付对方出宫后 交给自己的家人 亦或给点小钱 让对方从宫外买点零食脂粉之类小玩意 而第二种出宫 则是终身性出宫 这是宫女最想要的 但也是最残酷的 在顺治康熙时期 宫女需得年满三十岁 才能达到出宫要求 可当时人均寿命本身就短 据学者林万春的我们历代人平均寿命的预期寿命中统计 清朝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三十三岁 三十岁的宫女放出宫去能干什么 大概率也只能拿着在宫内存的梯极钱 聊此残生罢了 他们将青春奉献给了申宫 却只能落了个孤独终老的结局 好在 从雍正开始 便将宫女出宫的年龄降至二十五岁 如此一来 恢复自由身的宫女还是有可能婚嫁的 因此 所有宫女都盼着到二十五岁生日之时 由内务府的会计司通知其所属的领事 然后由领事告知宫女的家人 让其准备车辆接人 宫女被接回家后 即可自行婚配了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一来 清朝女子十七岁若还云英未嫁 那圣女的名号铁定要落到她头上 因为在清朝 女子十四五岁成家 十五六岁生子 到了快三十岁时 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当上了祖母了 二十五岁的女子与十五六岁的相比 不管是从容颜角度 生育角度 还是社会认可度 都不如她们吃香 因此 出宫的宫女从来不会是未婚男性的首选 不婚群体一多 就连贵为皇帝之尊的雍正 也不得不关注起来了 她让宫女提前出宫 可不就是希望这些人能成婚生子 为大清王朝子民数量的提高天砖加瓦 如今连人都嫁不出去 又谈何生孩子 于是 雍正队想了一个妙招 当时武将群体中 有不少将领因为常年在外镇首四方 蹉跎了岁月 也耽误了终身大事 有的人就比较机灵 求雍正皇帝给他赐婚 这可真是瞌睡来了有人地枕头 这下子 那些出了工人生大事还没办的宫女 可不就派上了用场 雍正帝大手一挥 一桩桩姻缘就此促成 比如说 雍正十一年 雍正帝就将雍正十年出宫的一位宫女 许佩起了当时一位求婚的香白旗蒙古都统左领 堂堂皇帝却干起了宝梅拉倩的事 足以可见他对人口增长一事的看重 可能毕竟被皇帝记得名号的宫女本身少之又少 更多的在解决婚嫁这一问题上 还是得靠家里人打把手 有的人比较顺利 出宫时父母健在 家庭条件不错 长得也还可以 就是做不了正妻 给人家当田房也未必不可 但有的宫女就比较倒霉 遇上一些极品的家人 别说成亲 兜里好不容易攒下来的三瓜俩枣 都能让人给祸祸没了 例如慈禧 把控朝政大全时 还真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当时一位名叫荣儿的宫女 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作为给慈禧太后点焉的小宫女 荣儿一度深受喜爱 于是有一日 慈禧性子上来了 竟然将荣儿赏赐给另一个 她十分看重的太监 主子有令 荣儿不得不从 可谓太监期不久 那个太监便去世 此时按照宫规 已经出宫的荣儿 是不能再回紫禁城的 荣儿也的确没有回去 因为她娘家还有两个哥哥 她只能将他们当成自己后半生的依靠 荣儿嫁人之际 慈禧给她赏赐了很多东西 靠着那些钱财 她舒舒服服度过后半辈子 完全可以 但梅奈和两个哥哥实在太混账 吃喝嫖赌 一应俱全 那些钱财 竟然不费力 就被对方花用干净 生活上的不如意 让荣儿打起了 重新回宫的主意 也许是后来点烟的小宫女 始终做得不如荣儿好 慈禧便也破例将人接了回去 荣儿成了少有的出宫 还能回去侍奉主子的宫女 但有着类似处境的其他人 就不会像她这样幸运了 没了钱财傍身 又不如年轻小姑娘鲜嫩 背后的家人又实在不堪依靠 生活上且都过不下去 又谈和婚嫁 并且 清朝宫女25岁出宫 从表面看来 这是当时朝廷采取的一个 非常人性化的举措 但实际上 有不少宫女 甚至都活不到那个岁数 历史上就曾有过这样一个案例 一宠妃将宫女打死 皇帝十分气愤 说要严惩 以防其他人会效仿 但所谓的严惩 不过是将妃子的位分降了一级 没过多久 又找个理由生了回去 至于那名宫女 已经没人记得她的死亡 如此流于表面的惩罚 对公妃自然形成不了震慑 一个小宫女 操作得当 自然可以让她死得悄无声息 宫女和太监的命 都拿捏在主子手上 即使错在主子 往往当权者对此 也只是轻拿轻放 总的说来 宫女出宫难 出宫后嫁人更难 有人可能要说 不指望出宫的宫女 嫁给什么大富大贵之人 难道找一个寻常老百姓为夫 也不行吗 但实际上 人家平头老百姓 根本不稀罕那些宫女 甚至于说 连街头的流浪汉 都看不上他们 宫女宿命几何 前文说过 宫女除了总吃不饱外 还要忍受心理和疾病的折磨 但宫女们的身体背负的 还远远不止于此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 曾到出了宫女身上 除了肝病 其实还存在的另一种病况 那就是血欲 这是指因心情抑郁 激宝不条等引起的血液 运行不畅 甚至发生停滞的病症 主要表现为四肢无力 便血 脉沉 胸泪刺痛等 其实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病 经过调理一般都能治愈 但古代医疗本就落后 再加上宫廷之中 根本不会有人给宫女调理病症 并且即便她们出现四肢无力 还必须得忍着病症继续干活 久而久之血欲加重 她们体内就会产生 另一项更严重的症状 不孕不育 到这里 可能大家就明白 为何宫女出宫后 婚事会成为老大难的问题了 再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思想的影响下 男人就算再穷 宁可找个能生儿育女的丑八怪 也不愿找个貌美如花 但不能生育的宫女 毕竟 这些人不像达官贵人家 正头娘子不能生 她们还能纳妾再娶 总归不需要担心子嗣问题 可老百姓一辈子 也就只能娶上那么一个妻子 这要是娶回家 还不能生孩子 那她就是长得像花一样 又有什么用 普通百姓不要 流浪汉大智也会抱着同样的心理 对她们来说 不能生孩子的女人 只会是她们 本就不富裕的人生的累赘 嫁 嫁不出去 出宫后宫女的结果 大致也就只剩下了几种 一 给别人当妾 生不生孩子无所谓 有脸就行 二 用自己在宫内的积蓄 依靠父兄 也算有点依靠 三 孤独终老 对宫女来说 从她们出宫的那一刻开始 悲剧的命运齿轮 就已经被波动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